而另外一方面 台北市長蔣萬安 跟民眾黨的立委黃珊珊 他們究竟會不會在 2026的台北市長選戰 再次碰頭 外界也很好奇 而今天是大明初二 黃珊珊跟民眾黨立委 圍爐的時候 她自爆自己的小名 叫做小美的由來 因為她說她小時候 都被鄰居叫做醜八怪 所以爸爸很生氣 氣到幫她取了一個綽號 叫做小美人 也讓她誤以為 自己的本名叫做黃小美 而另外一頭的蔣萬安 則是跟她的大兒子蔣德麗 要來組隊打羽球 她要越級來挑戰 全中運的金牌選手 而這過程當中 她打得真的很認真 很多次救球的時候 她直接是用這樣 翻滾倒地的方式 但是把身邊的幕僚 都給嚇壞了 放心好了 玩遊戲 我一定OK的 好 那我們兩個就看看 如果要對打 我可能就不一定 你看你就閃到腰 哇 這話好痠 羽毛球都還沒開打 先被隊友殺了球 蔣萬安和大兒子蔣德麗組隊 要挑戰全中運金牌選手 這不會越級打怪嗎 小Case 小Case 我也是校隊 我是那個 哈哈哈哈 校隊 先虛放一招下個馬威 但有的時候 報應就是來得這麼快 這是用生命在接球嗎 而下一秒 小Case 不要那麼認真 你輕輕查就好了 教練為什麼我會接不到啊 我拍完這一集我就要辭職了 蔣萬安大年初二動一動 結果讓幕僚神經衰弱 但不只曝光和大兒子的互動 前幾天還在社群軟體上 難得曝光全家福的照片 而另一邊黃珊珊 則是和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們 動腦玩猜謎 請看第三題 好像有一點難度了喔 我小時候講得不太好看 所以離居就叫我醜八怪 然後我爸爸就很生氣 說我們家女兒怎麼可以叫醜八怪 所以改名叫小美人 然後小美小美就叫成這樣 黃珊珊公開小名叫小美的典故 讓全場爆出笑聲 還靈機一動 用雙關討個吉利 我是黃珊珊 新的一年珊珊不來遲喔 但是最重要的是 祝福大家龍馬精神 各有各的魅力 蔣萬安黃珊珊 春節也蓄積政治能量 2026台北市長選戰會碰頭嗎 選民拿放大鏡等著看 環新聞劉盡謝君仲 蔡美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